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我不再咬指甲 作者是戴冉和李卓颖 是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阿罗很爱咬指甲 当他紧张,无聊,不知所措的时候 都会咬指甲 那你知道怎样才能告别咬指甲吗 快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阿罗和妈妈在动物园工作 他们总是各自忙碌着 做完所有的事情后 阿罗喜欢把手放进嘴巴里 津津有味的咬指甲 除了咬指甲,阿罗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动物狂欢节要到了 这是动物园每年最盛大的节日 也是小镇每年最重要的一天 那天小镇上所有的人都会来到动物园 欣赧 猴子说,他把尾巴绕来绕去,抖挂在了树上。 阿罗看着小猴子很想为他做点什么。 阿罗问道,你很紧张吗?或许你可以试试咬指甲。 因为阿罗紧张的时候就会咬指甲。 你们在干嘛? 啊,小变色龙被吵醒了。 哦,我们在想办法赶走紧张。 你也紧张吗?阿罗问。 紧张?哦,当然不。 小变色龙摇摇头,忽然哭了起来。 可是我很难过,因为我怎么都变不出七种颜色。 阿罗看着小变色龙。 嗯,或许你可以试试咬指甲。 因为阿罗难过的时候就会咬指甲。 小狮子打着管跑来了,它看到大家好像在吃东西。 喂,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吃的? 哦,我们在想办法赶走紧张和难过。 阿罗小猴子和小变色龙说。 小狮子从来都不会紧张和难过。 因为它的力气很大,无所不能,一切都很好,没什么好担心的。 除了…… 喂,你们说,我该在狂欢节表演什么节目呢? 小狮子,小狮子挠着头说。 嗯,或许可以试试咬指甲。 因为阿罗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就会咬指甲。 很快,更快,更多的动物围在了它们身边,也加入了咬指甲的行列。 土拨鼠钻出了地面,好奇地问。 干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哦,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就加入了。 鱷鱼咬了一下自己的指甲,接着又咬了一下。 嗯,其实这一点也不好吃。 它心里暗暗地想,也不好玩呀。 动物困惑节终于到了。 小猴子第一个出场,它要为大家表演高空舞蹈。 它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他没抓牢吊杆,因为它的指甲太短了。 小变色龙开始表演变色了。 变红色,变蓝色。 可是,或许是因为吃了太多的指甲,它的肚子忽然疼了起来。 小狮子终于选定了自己的节目,开罐头。 可是,它失败了。 因为,它没有指甲,小孔雀的开瓶表演,倒是进展得很顺利。 只是,观众们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因为,孔雀的脚趾上全都绑上了绷带。 它也没有指甲了。 哎,今年的动物狂欢节,真是一团糟。 所有的观众都起身离开了。 这时,小猴子突然说, 其实,如果我有些紧张,我会倒挂在树上。 可是,阿罗没有尾巴。 可是,阿罗也可以抓住树枝,荡来荡去呀。 小变色龙说, 哦,如果我难过的时候,我会敲敲大树。 阿罗也试着敲敲大树,树干会发出闷闷的声音。 小狮子说, 哦,我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我就会揉揉我的头发。 阿罗也把头发揉得乱七八糟,不过看上去还挺酷的。 除此之外,当你感到紧张,难过,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 吃点蜂蜜也是个好办法。 翻个跟头也是个好办法。 挖地洞是个好办法。 做鬼脸也是个好办法。 这时,在一旁的小弹鼠突然跳起来说, 啊,我有一个好办法,我有一个好办法。 小弹鼠忽然大叫说, 我的办法就是抱抱妈妈。 或许抱抱妈妈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小朋友们,快去试试吧。 嗯,抱抱妈妈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办法。 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小朋友们,如果你感到紧张,无聊,不知所措的时候, 你会怎样做呢? 欢迎在社区留言板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